丽北爵士有重要的事情 还是不想见他 池恩恩抓紧了手机 动了动嘴巴 请求道 霍管家 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想要当面见他 他现在没有空没关系 我可以等 霍义听出了他声音里的焦急 迟疑了一下 要不这样吧 我帮您先问问爵业 看看爵业什么时候有空 我再安排池小姐您过来 好 池恩恩知道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挂断了电话 本以为起码要等到晚上 霍义才会回他的电话 没想到 他才挂了电话十分钟 霍义的电话就重新打过来了 池恩恩马上接起 喂 池小姐 您现在在哪 我马上去接您 马上就可以见到丽北爵了 池恩恩头一次 因为可以见到这个男人这么高兴 他马上把地址告诉了霍义 紧张地问 他有时间见我了吗 这个 怎么说呢 反正爵业让我带池小姐过去 不过 池小姐要找爵业有事情的话 可能还要等上一等 总之 您要过来了就知道了 我马上派车去接您 您在家里等着就好了 嗯 好的 霍义办事一向雷厉风行 不一会儿就有车到小区去接他了 池恩恩已经镇定多了 上了车 安静地望着窗外急吃的风景 他已经想好了 不管怎么样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绝对要尽量地争取到 吃宝贝的抚养权 车子停在了一个灰红的建筑物前 司机把身份证递给了门卫 门卫看了之后 车子静止地开了进去 池恩恩这才注意到这里的不同 外面走的几乎全是穿着军装的人 什么两杠两心 什么一心一杠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的记者 不过 和他在娱乐圈看到的记者不一样 这些记者一个个严肃认真 脸上没有丝毫轻浮八卦的嬉皮感 认真严肃的 好像自己手上拿着的不是摄像机 而是大炮一样 司机把车停到了一边 帮他拉开了车门 池恩恩下了车 立刻有不少的目光 注意到了他这一边来 毕竟所有人都穿着制服 只有他一个人穿着变装 想不显眼都不行 被这么多双眼睛看着 池恩恩手脚都不知道要怎么放了 幸好 这个时候霍亦来了 抱歉 池小姐 久等了 池恩恩扯出了一个笑 摇摇头 我也刚到 那个 霍馆家 丽北绝呢 池小姐 跟我来 霍亦领着他一边往里面走 一边解释 绝业在准备军演 让我先把池小姐安排到观看席 军 军演 池恩恩结结巴巴 总算想起来这里是哪里了 他就说 这么看起来怪怪的 有点眼熟 这里不就是军区吗 以前新闻联播上经常会播到这里 虽然只是一晃而过 但是看得多了 还是会留下印象 他参加军演 真的没有问题吗 关于这一点 霍亦比他还要头痛 他实在是不明白 绝业为什么连这种重要的场合 都要带着池小姐参加 嗯 其实今天有一个大型的军演 绝业是指挥官 总之待会儿请池小姐不要到处乱跑 有什么事情 等绝业军演完之后 再跟他说吧 超大的露田空地上 已经摆放满了军演会用到的东西 所有人都在有条不紊地 做着最后的准备 丽北绝在人群中 最中央正在交代着什么 他今天破天荒地穿着军装 褐色的军装 衬得他身姿鼻挺 雕刻般的五官 在阳光下越发地溢溢出色 他站在哪里 光就好像停在了哪里 四周的目光 也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了哪里 池小姐 您的位置在这里 霍毅把池恩恩领到了 看他的第一排最中间停了下来 池恩恩顺着他指的地方看去 顿时绷紧了神经 第一排最中间就只有那么一个空位 而其他坐满的位置上 坐着的全都是一星一杠级别的 他就是再不懂位置安排 也知道这个位置不是一般人坐得起的 仿佛看出了他在想什么 霍毅解释道 是决业安排的位置 池小姐只管放心坐就是了 我坐在这里真的没问题 没问题 池小姐你坐吧 池恩恩想了想吃宝贝 深吸了一口气 挤出了一个微笑往里面走去 不好意思 过一过 不好意思 谢谢 十多米长的路 他愣是觉得自己走了有十多分钟 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还好 那些人虽然奇怪地看他 还是礼貌地给他让了一条路 好不容易走到了中间的空位上 他拉开椅子坐了下去 不知道是不是位置比较特殊的缘故 这里的椅子不是那种硬邦邦的木椅 而是软乎乎有软垫的那一种 坐下去软软的很舒服 霍毅看他安静地坐在了位置上 往场中间走去 很快 他走到了人群焦点的男人面前 凑到男人的耳朵边说了什么 场中央的男人豁然回过头 朝着他的方向看过来 隔着那么远的距离 池恩恩却有一种被他锁定了的错觉 那眼神太强势 占有欲十足 丽北爵只是看了他一眼 就回过头 重新跟人说起话来 池恩恩骤然松了一口气 紧绷的后背放松了一点 不过他还是坐得笔直 跟学生上课一样 双手放在膝盖上 一动也没有敢乱动 半个小时后 一切准备就绪 随着礼炮升空 军演正式开始 池恩恩本以为 丽北爵作为指挥官 只需要坐在里面指挥行动就是了 没想到 在第一个反恐演练中 竟然看到了他亲自上阵 他已经换了一身的防暴衣 端着枪 一脸冷酷 冲在了最前面 仿佛一柄出了翘的利剑 灼灼锋芒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情不自禁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池恩恩也是一样 演练的设定是 恐怖组织劫持了行驶中的公交车 把满车的乘客和司机当成了人质 要挟军方准备飞机 不然就炸死车上的人 而军方则先是派出了谈判专家 尽量地拖延时间 然后同时派出精英组 突击救人 池恩恩看到 公交车上一共有六个劫匪 分别拿着枪守在了车窗的位置 想要冲进去 比登天还难 这时 利北决率领的人 已经靠近了公交车 他俊连硬挺 做了一个手势 只见他带来的人 全部扑伏在了地上 开始扑伏前进 而他 作为领头人 首当其冲 扑伏在了最前面